米其林指南 毕竟在拥挤热闹的香港街头 响起肆意的地道小吃 可是这座城市最亚俗共赏的味觉体验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万俊 说到了这个米之连推荐或者米其林推荐 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什么 穿得特别摆正去这些高大上的餐厅 但是要想了解一个城市的饮食文化 其实还有一个方面 那就是去这些街边的小吃店好好了解一下 所以在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请一位当地的朋友 带我们好好了解一下 欢迎我们的朋友 Sherf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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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在我特别放心 今天我们相信可以找到很多这个香港街边的美食 今天你有口福了 今天带来吃好东西 还要是米之连推荐 我们今天第一站 啊别说了 走走走走 这还是我非常熟悉的这个味道啊 非常爽滑这个感觉 在我身旁大家都叫她侠女啊 就是咱们宫河豆瓶厂的第四代的传人了 但我刚刚进来我就仔细观察咱们宫河豆瓶厂有一点不太一样 好像后面就是厂房 是吗 前面是店铺 当时有一个叫前店后厂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怎么运营起来的 宝和豆瓶厂已经有超过65年的历史了 后面是厂房前面就在店面就卖豆腐 豆浆 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汽水或者其他饮品 所以豆浆就是小区里面主要解渴的饮品 所以这其实是比较方便的 你后面坐了前面就可以卖 你一天要做多少豆腐啊现在 都做很多的 对啊 我们其实凌晨一点钟已经有同事开工了 都需要三至五个钟头的制作时间 我们其实这些一件件的豆腐 我们都要做几千件出来的每一天 因为我们都很多街坊的朋友过来 我听闻你是在外国留学回来的 当时有没有说为什么要继承家庭的家业呢 其实我自己大学的本科 就跟豆瓶是没关系的 我是读金融数学的 不早已回到香港呢 因为家人的身体不是很舒服 那我周末回来帮忙 用了半年时间就发觉 其实我们香港这些老店呢 都有很多特色 那很需要有些青年人回来 去令到这些老品牌呢 就是继续走下去 那我跟我爸爸谈了 不如我回来帮忙 那其实我爸爸是反对的 那后来是怎么就说服他 同意你继续来做这个工作 那当然要身体力行啊 传统的思想里面 就是觉得在一个这么热的厨房工作 就不是很适合女仔的 为什么不去叹冷气啊 走回来热厨房啊 那还有都是真的很想在这里 可以继续做好这一个豆瓶店 有没有一些什么 比方创新啊 或者说因为我们平常传统的这种 我们豆制品店 就是我们的印象当中是那种感觉 但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这个环境 比方这个墙上贴的这些壁画啊 这些产品啊 那咱们是不是有一些花了一些心思做创新这块东西 我觉得对顾客呢 其实我想除了来吃一碟豆腐之外呢 我们店铺都有很多的历史啊 有我们很多的文化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艺术的壁画啊 一些纪念品啊这样 去给一些小朋友啊 或者给一些旧的街坊回来 他可以看到这样 去了解我们 那有没有一些产品 去自己创新的一些特色的这个产品呢 真的 我们有做一个豆腐的雪糕 用我们自己的豆腐啦 在一个雪糕厂那里去生产啊 那让我们可以做一些食品 就是老一辈的 他可以继续享受他的豆腐花 嗯 年轻一点的可以吃雪糕这样 那希望可以入到来呢 就是三代同堂 他们都享受的地方 嗯 根据我的经验 一般在这种地方一定都有好吃的 所以 没错啊 不如去吃个糕点先好吗 好走 好喝 哎呀各位这个就厉害了 这真的叫大银女士深水富糕人啊 糕是那个糕点的糕啊 这个很有意思 一个谐音梗 如果特别不注意走过去的话 你就会错过这样一个小店 但这个谁能想到这小店就是米之莲的这个推荐啊 昆寄糕点来说 最出名的是勃仔糕啦 然后比较特别一点点呢 我们客家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叫做茶果 这个就是花生芝麻味的 还有红豆糕和白糖糕都是香港很传统的糕点 好 那就先尝尝吧 这个最传统的菠仔糕 好 甜的 但是它又不腻 嗯 它里头那个红豆的颗粒会非常的这个饱满 像有白糖糕对吧 这个网络好像是一梳一梳一梳 好的这个白糖糕啊 它发酵的差到好处 它就是大米发酵的 所以是淡淡甜味不是糖出来的 嗯 嗯 这个特别好 这个 这个空拥不喜欢吃 来尝尝尝尝 这个我很期待 很想尝尝它 来尝尝一下 这个 aqui 这个好像偏硬,硬一点点 但是这个甜味不会很重 菠菜糕是不是你们小时候就经常吃的这些甜点? 菠菜糕有两种,一种就是白色 这个就是最后有传统的菠菜糕 都是香港很传统的糕点小食 这应该就是香港年轻人长大的儿时的记忆了 没错 好,吃完了下午茶,当然是意犹未尽 所以接下来Chef 要带我去一个香港非常地道的特色小吃 那就是车仔面 没错,今天带来这家叫文器车仔面 其实我会形容它是香港车仔面的天花版 因为它配料多,汤底有选择又多 面底的选择又多 基本上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车仔面的成果 打住,走起 别打了,走啦 车仔面是不是就这么来了? 为什么叫车仔面是不是就这么来了? 小饭当地推着车仔面 就是人们在排队,在选择可以买 现在就不同了,可以手机点餐 它这家很特别的,它有几个汤 一个就是蓝汁,蓝汁应该是车仔面 尝尝一点都是吃蓝汁 但这家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瑞士汁 因为就是偏甜的汤味 所以我觉得跟车仔面有很多不同 它可以选择不同的汤底 然后我点了今天这个是花椒,红肠,午餐肉,猪红鸡翅 但是我看它这份好像更好吃一点 我这个比较丰富,我因为有牛三宝 牛三宝是什么呢?牛肚,牛腩,牛羹,牛羹 一定要吃,有饺子一定要吃 我就选择了韭菜饺 还有菜就有萝卜 但我觉得这家就是跟车仔面介面比较高级的一家 它是车仔面介的LV 明白 然后我今天点了这个,这个是我的最爱,红肠 又是车仔面比较多人会吃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家最好的就是它有很多不同食材的选择 比如你这个花椒,你出面都未必会找到 就这么大块,你看 我从来没有吃过车仔面里还有配花椒的 大家看,跟我的手掌一样大 这个感觉非常非常贵,那我先尝一口 QQ的 非常Q彈 它已经完全吸收了那个汤汁的那个感觉 我们现在吃到一半了,现在考一考你先 我们玩个游戏 看看你可以在一分钟内 讲到多少个车仔面的配料出来 这可以,没问题 猪红猪皮猪润 羊猪皮 你刚才说了猪皮 第一次 猪红牛皮猪润 红肠花椒 牛腩牛肚 萝卜饺 瑞士鸡翼 骨太肉 芝心鱼蛋 八爪鱼蛋 牛蛋羊蛋 还有什么 OK了 OK了 哈哈哈 今天又重工了 OK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总之我觉得它这个车仔面的选择还是非常非常多 一共多少种啊 刚才说 应该六十多种吧 我记得 五六十种 哇,这个所以各位 来了之后绝对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选择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好 我们从这个深水域已经逛到了尖沙嘴 这条街就是尖沙嘴非常热闹的后福街了 这个作为香港人应该非常了解 这条街有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吧 没错啦 其中一间最值得推荐呢 就是叫做第三代肥仔小吃店 它就是吃一些冬的露米来的 都是尖沙嘴非常出名的 走了那么久都累了 不如去吃吧 好,走走走 今天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今天正好飞在这个小吃店老板余先生正好在旁边 我们就边吃边聊了哈 这个余先生平常到这来买买这个小吃的人多吗现在 都多 很多 一般是几点开始营业到我到几点 一点至三点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肥仔我就有一个问题很好奇 就是我们知道在旺角那边有一家肥姐这个小吃店 是我妈来的 妈妈 你看到连续两年2020年2021年 都是这个米之连的这个推荐哈 你在接受推荐之后 咱们这个店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 差不多 差不多 生意会不会好一些 因为疫情关系嘛 因为保持自己营业的产品 有没有什么资料都没有所谓 这确实不错 一般来说客人平常点的最多 最喜欢的是什么 鱿鱼啊 山肠啊 火鸡肠啊 但是多数吃这几样 所以一般来都会点这几样 鱿鱼生肠 鸡肾 特地做两个黄牌餐 但是喜欢吃这两样 我们今天已经吃了一整天了 但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一般游客到香港来 那有些好吃的可能只能在这尝 没办法带回去这怎么办 那香港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传统的饼食啊 或者是一些香港风味的小食啊 可以给我们带走 不如一起去黄粤看一下 好走走 这里头看着就琳琅满目 这就摆着非常赏心悦目 这就很像那个手信坊嘛 很像那个手信 你可以带回去送给朋友 我们当一些伴手礼 这挺好的选择 那说到黄粤呢 为什么我个人最推荐呢 就一定是一个米枝莲蝴蝶酥 那它的米枝莲蝶酥 其实是一个米枝莲蝶式的司律 去自己研发的 那当然它除了说本身好吃有原味 那我个人就很推荐一个叫做麻辣味的 带着你来 那当然是有准备了 是吗 这个太好了 我们先来试一试 刚才所说的这个麻辣蝴蝶酥 这个是真的 大家看这个 首先看这个扮相很好看啊 蝴蝶的这个形象 但我从来没有吃过麻辣味的这个甜品 尝一个吧 来来来 来来我们都来尝一个吧 这个很有意思 一般来说甜品甜品嘛 但它这个口味就非常的丰富了 这盒就厉害了 好东西 我觉得这盒呢 叫做黄月的新年礼盒 新年礼盒 送礼自用都可以 送给朋友呢 就够体面 放在家里就当中盒 对对对没错 那就什么都有得吃 这个呢 我觉得是很漂亮的 其中一个 它是参考了以前呢 好像宫廷那样以前 那些糕点的设计 那就放在中间非常漂亮 它也有蛋卷 它有个白椒茶 巧克力 然后还有些饼干 所以过年的时候 这一款就是比较适合送礼 三里送便了 这几个用的非常好 这个比较好 香港之美美在街头巷尾 端起了一份热腾腾的街头小吃 老店传承的人情味 拥挤热闹的烟火器 对香港的所有味觉记忆 就都蕴含在这一口接一口的品味当中 对于经营街头小吃店的人们来说 或讲与否 从来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 小店卖出的食物 是否真的被食客喜爱 是否总能带给食客 舌尖与味蕾妥贴的爱护 才是他们心中最在乎的事情